很多人觉得结婚很难 其实并没有 我跟你们讲 今天在场所有单身的人 只要你愿意把你的择偶标准 降低50%到80% 你们可以在一周之内结婚 而且那个人真的和你很配 所以你是不是也有什么样的意思 而且你在婚礼上要做的 就是对任何要求说我愿意 特别简单 你愿意嫁给谁谁谁吗 无论贫穷啊 疾病啊 困苦 我愿意 我愿意 不论这些我当然愿意 男人为什么还要说我愿意 是因为他知道 在结婚以后 他将无数次地重复这三个字 今天晚上为什么回来这么晚 我愿意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愿意 你刚结婚的时候不是这么对我的 婚礼那天我已经把手话说在前头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做这行啊三年三年多一点吧 三年左右 从最开始讲到现在 从接触差不多就开始讲 就是上台去试 当然了我最开始看那个单口视频可能比这个要早 在大学看第一个乔治卡人的一个视频 但是你说真正开始讲啊 开始细腾的看啊 就是三年前 应该是1月5年吧 就是之前呢 觉得自己工作比较无聊嘛 自己做那个演员语讯啊 这个天年的工作 到后期重复性就比较高 然后就觉得在网上也看了国外演员的视频 就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东西 所以就 当时就觉得受到了一种召唤 感觉从小可能就有点这个 就是有点想往表演式 一种发展的一种冲动 一种冲动的一直被遏制 被家人呐 被什么遏制 就是家里就说你好好上学就好了 别的别想了 所以就是现在终于有机会 能摆脱家里的控制 所以呢 可能这也是一个原因我觉得 对因为最先看的就是 网上的国外演员的视频 然后后来当时就是搜嘛 搜这个脱口秀 在网上搜 然后搜到了北拖 那个时候北拖正好在朝夕 所以就正好一个机会就过去了 过去就开始 从新人开始有点点将军 不是西安江国是北拖吗 对 在那边大概是 北拖一年多吧 应该是一年多 嗯 然后就是一个喜欢的音乐 嗯 它 培训到没有 没有太多的培训 主要就是说 能把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给你提供演出机会 然后呢 大家演完以后呢 那时候我们经常演完以后交流 啊 就那个时候很有意思 就那个时候属于整个 整个 整个 就在 在中国 或者在北京吧 属于比较野蛮生长的一个 一个很原始的一个状态 没有人谁的说方法就完全经过验证 就照我这个讲 没有 大家那时候都在 所有人基本都在探索 就是有的人讲的纯属一句 它上的效果就好 有的人就很生涩 大家都是在摸索 我觉得那个时候 比较让我感谢 就是当时 在北拓有一种比较 就是轻松的氛围 那个 自由的氛围 就是你 比如当时的这个 负责人喜相约 你说完以后 说完什么段子 比如讲冷了 他也不怪你 他也不是说 你这个回去好好感觉怎么样 就说没事没事 你就照我怎么讲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这样的一种氛围 对新人来说 我觉得是 帮助挺大 就是说 当然你自己也得要求上进 你不能说场上都冷 而我是那种 就觉得你 你也不能总冷 就是 经常也自己反思一下 找找原因啊 什么的 所以 慢慢慢慢的 就是 成长一些 那到现在呢 我觉得 现在的氛围 就是有一点不同 现在 那天下一天 大家看到你的眼图 不管是新人也好 还是老眼人也好 所以这个段子冷了 这场冷了 大家总是有一些 有些技术上的一些评判 还是有一些 这个 烧带功利性的一些评判 状态啊 这个段子怎么处理啊 怎么样 就是 少了以前那种 打打闹闹的 玩的心态 我觉得就是 这种必然的取取 但是我倒是 庆幸和 赶上了相对最初的 一个阶段 什么 其实所有的 许可帮助对我都很大 只要跟这群 演员在一起 大家互相看演出 互相提 建议 然后 这些帮助都很大 自己对自己的帮助 也有点大 你自己琢磨 就是都有 这个风格是 就是 一年前左右吧 一年前左右 就是 当时是因为 讲了很多 这个 之前讲断的 这种叫 纯观察类的 纯观察类的 纯观察类的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事 挺奇怪的 那个事儿挺奇怪的 不应讲的 为何怪的 你坐地铁呀 这个地铁手势 那个地铁那些头不然 他那个手势是怎么指的呀 广播是怎么广播的呀 就找了这些生活中 比较瘦碎的一些点 后来就是 可能也是 讲这种东西 讲煽情嘛 对 因为我讲猪 哈哈哈 后来就是 你讲这个东西养育 会烦 会烦 然后 感觉你的 无论是动作 不管你的创作 还是现场效果 都会到达一个平均 可能就是现场效果 不会再好了 有的时候 还会再往一边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 这个任何的 他们的创作人 就是 罗罗 就是 异语惊醒莫中人 就说 哎你没有发现 你这一段子 他的态度 都是比较奇怪的 就是你出发点 就是什么事儿很奇怪 然后 反思发现 哇 所有的关都去离得开 但是这事儿 太奇怪了 那就观众清完以后 他会有什么美食 他会 尤其你的段子 本身也比较 就是 就是 应该很片变 就是世界的观察角度 就很片变 不 不丰富 那个时候 就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当时 寻求突破 不知道从哪突破开始 就是 当时看了那个Comedy Bible 喜剧圣经 他就是讲单口的一本书 告诉你要挖掘内心 就不停不停往里挖掘 内心最深处的恐惧 最深处的情感 事实上 不要害怕面对它 把它拿出来 然后 我当时就是觉得 我自身的一些经历 以前的一些经历 我觉得 算是 相对 有点 有点特殊性 然后 包括我 记忆中有一些 跟父母相处的一些事情 让我印象比较深 包括成长的一些事儿 所以我觉得 那我干脆把这些事儿拿出来讲一下 然后 这些事儿是我比较有情感 无论当时的情感是什么 但是你讲拽的时候 这个情感是很饱满丰富的 然后你把它加工长断 你就会 就会比较有效果 所以后来我就是找到了这条路 然后慢慢开始试 当然试比较需要勇气 讲第一场的事儿 因为谁愿意听 家里有些破事儿 对吧 而且你也讲的不一定好笑 但是最起码我第一次讲出来 讲 那以后呢慢慢就 就往这方面加工 往这方面使劲 然后一点点 找到自己的 所谓的 一种方向 然后就讲的比较多 就是当然也不完全是 就是你讲故事肯定也是 最后让大家录 最后的达成的效果 是想让大家笑 肯定这是一样 然后观众呢 其实你只要讲的好 不管是段位好 故事也好 他都是 都是有反应的 只不过是说在国内呢 现在市场还没有分化这么细 大家都统一在一起 还没有观众 比较说我倾向于 愿意听那种 但是你在国外呢 每个演员 他的风格 就是分几个大的风格 每个演员的风格 从属一类 那么有的观众 就专门愿意看这一类 那我就不太看那一类 在国内还没有 大家都在一起讲 你只要讲的质量高 观众能都买一样 都会买一样 都会买一样 对 最大一点的类别可能就是白人 黑人 白人 白人演员讲的时候 白人观众多 黑人演员讲的时候 黑人演员多 因为他们确实有一些文化上的差异 你黑人演员 你黑人演员吐槽白人的东西 当然是黑人更远不听 所以他会黑人观众多 而且他讲 黑人妈妈怎么带小孩 黑人特有的带小孩的方式 黑人上学 黑人关于大妈 什么这些东西 当然是黑人观众多的东西 所以他 如果你说最粗暴的分类 最原始的一分类 就是这种 但这种观众层 一下就封开了 在中国还比较多 中国很少 大陆里没有人心地说 我愿意听东北演员 我东北文化我比较喜欢 我不听南方演员 现在暂时还没有 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北京的 就是因为不一样的原因 是因为这些演员在一起 天天在一起泡住 他的风格 趋向于整体上的趋头 他会互相影响 就是每个人讲断的不一样 北京的朋友 我感觉有一点 就是说 比较直接 这怎么说呢 我如果有一个 我对一个事物有一个看法 我要吐槽一个事物 或者说我有一个 最近的一个感悦 或者我有一个经历 就是比较直接的 哪来讲 这种直接就是说 我从头至为 都是关于这个东西本身 要多一点 但是可能上海演员 就是我去看上海演员的演出 有个感觉他们是 做段子结构性的东西更强烈 就是这个东西呢 我切入点是这个 但是作为一个段子来说 为了好笑 或者是 就是 它加工方式 就是说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好想 我用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尾 然后 让你也能打成笑的方式 所以这是 我感觉是两种 两种风格 两种风格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不过在上海 不是所有演员都一样 我看过有一些演员的演员 就是觉得 思路很清奇 而且感觉 既不像北京的风格 也不是跟上海其他人风格一样 我觉得这是 我特别喜欢看到的 就是它会让我真正的开心 它有一个字 对 对 对 听它的段子 就像我 我像一个第一次 看透去的观众 因为它的东西 都是让我意想不到 所以就很开心 我不知道 别人怎么看 我就说我自己 我最开始做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很多 很多法 但是那个时候呢 演员彼此模仿的少 我可能模仿的还是 国外的演员 我看到 那时候 刚入行的时候 我一直 没事儿就看一些国外演员的视频 喜欢的转场会反复看 反复看完以后呢 就会 有的时候 你在写段子的时候 某个喜欢的演员 他的声音可能会出来 就有的时候你这个段子呢 不知道怎么加工好 就差一个最后的结尾或梗 有的时候你就想 如果是他在舞台上 你就回想起 他在舞台上那种感觉 那种劲儿 他的那种语气 那种状态 他的那种 看世界的视角 他会怎么出来 所以 比如有一阵呢 我看 LUHK比较多 我也那时候 特别喜欢 所以我有一些段子 那种暗黑的感觉 就是 讲一些冒犯的话 我还曾经讲过一些冒犯的话 暗黑的感觉 以及在舞台上那种 那种表演的感觉 就有的时候会突然情绪激动啊 或者是说 扮演一种loser的那种形象啊 都是跟他有关系的 所以 我觉得最开始 如果你想了解这一方 有的时候 模仿 不管你模仿什么 可能是难以避免的 但是到了 现在我可能 不会模仿那么多 就是 比如LUHK的东西 我也很少 在看 我怕说话的影响 我反而是想 我试试 但是我多久不看视频 不看舞蹈演的专场 我就自己写 我看看 我自己的声音是什么样 自己的风格是什么样 我有没有自己的风格 所以 我觉得 到后期 大家可能 你是一定要超越魔法 你不能 就除非你真的是跟那个 你本性风格就是很像 否则 你不应该一辈子就是说 但是一看你就觉得 你是在魔法和舞台演员的人 那肯定是 你很难做自己 其实这个艺术最后还是要做自己 它是 你在舞台上 找到自己的风格 其实它也就促使了你在生活当中 做自己 我通过讲这个东西 我自己开朗了很多 我以前是 很收着的一个 很眼不拘禁的一个 现在虽然跟别人第一次见面也会这样 但是 最起码在私下里 我感觉我已经放开了一些 而且有一些东西我也敢说什么 就是因为在台上你受的多了 在台下 你的 你的 你感觉 语言的那种安全的空间 才能一点点破大 做兼职的时候 做兼职的时候 你讲不好呢 就说你工作忙嘛 做全职你才讲不好呢 就能咋说的 对吧 所以有一个压力 第一个是 你可能会有一些创作上 就是 你做全职了 你应该写得多一些 我觉得 我是这么给自己 下个一种 小的目标 也好 你不能说 人家 比如一个月 更新撒断 你也一个月更新撒断 那你做全职要有什么意义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做全职肯定是 生活压力很大 但是 精神压力小 这生活压力 就是经济成本 你做全职 养活不了自己 但是精神压力小 因为你做 你做兼职的时候 你买完忙完公司的事 人有时候脑子 不是说换一个东西 它就立刻能启动 它需要休息 它精力也是有限的 但是 你全职做这个 天天没啥事 就是想不完 所以我还能有时间 去养不养自己的脑 这个很重要 就是 对于演员来说 我觉得 闲是非常重要的 有的时候 你得没事干 这个 就是 演员 演员创作不是说 我今天有一个小时的空间 你拿着一小时 剩下的事都满的 但我一小时是空的 我这一小时 就能创作出 一小时的段 就是一小时相应的 能创作出的段 合适的 你其他都是满的 你这一小时是有空的 跟我空一天 但我就拿着一小时 原来写段 那个状态肯定是不一样 我会带着更加轻松的 这种心情 然后更灵动一点的思绪 思维 去写东西 因为我闲着嘛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但是也是很难做到 也很难做到 所以大家现在就只能说 兼职的多努力写 全职的呢 更努力写 就是这样 我觉得 就是工作的那个比赛 就是属于地下场 就是在这个圈内 剧行的 然后观众呢 也都是现场来看 也没有什么放出视频啊 什么 所以我认为 这种比赛就是 交友的兴趣比较多 就是 像一个 像一个 像一个年会 就是这一年了 南方的 北方的 北京的 上海的 北上广山的这些演员 聚在一起 大家看看 这一年 你有什么长进 我有什么长进 你讲的什么样的段 什么样的风格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 它更是一种交流的气氛 然后 但是 到了线上的节目 比如爱奇艺的节目 它更多是面向 面向观众的 和这种展示的 就是 我那时候参加这个节目 有很多演员也没有报复 没有参加 然后我为什么参加 因为我觉得 我感觉我有 我想让 就是观众看一看 现在 大概 线下是一种 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大概 线下有的段子 是什么样的段子 因为我上的段子 基本上 没有做太多的修改 就顶多是有些东西 节目跟我说不能说 然后我就掐掉了 但是 我不会说更改 就是为了节目 而变动我整个的表达方式 没有我表达方式 但是基本就是我线下怎么演的 线下怎么演的 所以我就是想让观众看一看 大概线下是什么样的 如果你喜欢 也来看线下演出 不喜欢 那你就再等等 等我们做得更好一点 你再穿 所以我当时就是 就是这种状态去 它更多是像外界的一种展示 虽然呢 后来 发现这个节目 可能展示的面也比较窄 是吧 它也制作 也比较小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还是挺庆幸的 挺幸运去参加 知道动物我觉得 我一般情况下 不会 不会恨一个动物 因为我觉得一般动物 做事不是 出自它的本性 我唯一恨蚊子 因为有时候蚊子做事 非常过分 真的很过分 我跟你讲 就前两天 我的腿上被一个蚊子 钉了特别大的一个包 这个包包多少多大 就是如果你光看这条腿 你分不清脸之包 脸之膝盖 就这么大一个蚊子 然后我当时钉蚊子 就特别生气 基本上你就是一个蚊子 你跌我一下 施加鞋子 留个小包 让我找钱 拿钱就得了 为什么钉这么大一个包啊 不是你跌我的蚊子 会吐了吗 是你跌我的蚊子 旁边的蚊子 那是骗酒吗 啊 这碗的蚊子 哎呀不行 我实在是长了 然后那两个蚊子 啥子长了 把这蚊子都干了 哈哈哈 然后就把说 这边也就 你也行 我行吧 不 啊 然后全都吐我腿上 撈我气 然后就起来找这人蚊子 打灯枣 最后真的给我发现 就在我家的衣柜上 这人蚊子趴在那 关键说 我当往看了他那一瞬间 我都不知道我该不会来打 我很不忍气 因为他都打下一个位上 因为这个姿势 一动不动的感觉是吧 哎呀 我tain了 哎呀 我这找不到吗 哎呀 你快先 哎呀 快 往这儿不行 把你给我赶快点 赶快点